你不能坐在那边一直等着耶稣要来医治你 他已经在两千年前已经医治你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耶稣基督晚上不会医治你 他两千年前就已经医治你了 基督晚上唯一所要做的就是领受这个医治 你唯一需要做的在心里面跨越出去来领受这个医治 比特跟约翰走到美门那边看见一个瘸腿人坐在那边 他说今而已我们都没有但我们把所有的给你奉主耶稣的名起来行走 那个人可以说我不要起来 他说你走开不要管我 他可以说我坐在那边已经四十年了你干什么叫我起来行走 但是他顺服 他就起来了 一开始可能需要帮忙抓住比特手 但是他拉住自己 今天晚上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的同工会来到你面前说 我帮助你得到你的医治 但是你不需要等他们来 你可以为自己领受这个医治 就是起来行走 领受你的医治 耶稣已经医治你了 不要让魔鬼拦住你领受你的神迹 告诉仇人魔鬼你是个说谎者 说你是说谎的 然后就起来行走 领受你的神迹 哈利路亚 因为耶稣 已经付上了代价 如果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医治就是属于你的 看, the Bible says he bore our sin if he bore your sin why should you bear your sin but the Bible says he also bore our sickness and if Jesus bore your sickness what are you doing carrying it yourself 圣经告诉我们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当他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需要继续担当我们自己的罪 圣经同系告诉我们 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如果他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身上就不应该有疾病 就像你把你的罪交给他 把你的疾病交给他 就像你把你的罪交给他 把你的疾病也交给他 阿们 你看这上面所说的吗 虽然我不知道上面所写的 但是我知道上面写的是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K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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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